大家好,我是贺博杰,北美加州旧金山湾区的房产经纪人 过去的两年有不少人找我卖房子 那么其中相当一部分的人是为了退休而卖房的 那么说到退休以及相关的财务规划 当中各种策略五花八门 其中用人寿保险作为工具的不在少数 因为比人曾经也是某大保险公司的经纪人做销售 所以保险这个话题我也算是一个内行 自然也没有少跟客人聊这个话题 人寿保险的这个话题本身非常有意思 为什么呢?因为人寿保险就跟电话手机一样 随着时代的改变,需求的改变,不断的推出新的功能 比如说你要买房子申请贷款 你可以通过人寿保险来申请 你孩子要上大学申请助学金 你可以用到人寿保险来帮你 如果你是要有信托的话 作为信托投资的一部分 人寿保险也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选择 退休收入规划这方面 免税避税也可以利用人寿保险帮你完成 总之呢 它可谓多功能 就跟这个房地产投资一样 是近年来华人投资当中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种类 那么现在这么多的保险功能可不是一开始就全都拥有的 早期的人寿保险可谓简单粗暴 能够发展到今天种类繁多呢 也是见证了美国二战经济的发展史 因此美国人寿保险的历史 好比就是美国经济自然社会学发展史的一个见证 所以今天就美国人寿保险产品的发展的历史呢 咱们好好地聊一聊 那么早期的人寿保险呢 是非常简单粗暴的 它就是一个死亡理赔 而且它只保你人生当中的一段岁月 比如说五年也好 十年也好 二十年也好 三十年也好 一旦这个岁月过去了以后 你将不再拥有任何保障 虽然有的保险当时允许你才可以重新再续 但是那个时候的你身体健康跟年轻的时候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保费肯定会更贵 还要重新体检 非常的麻烦 不过呢 美国的生活水平毕竟还是美国 这种非正常死亡的这个概率并不大 所以这种只保一定这个时间段的保险呢 叫Term就是定期险 它的保费也并不是非常的贵 当时的大部分的人之所以买这个保险 因为一 它这个价钱毕竟不贵 二呢 也确实因为人生当中不可预料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也希望能够趁着自己还有收入 还需要养家糊口的时候呢 给自己的家庭提供一份保障 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流逝 很多人步入了这个老年之后呢 就开始琢磨一想 我说我这个保险 我可是交了三十年 结果呢 等我现在啊 虽然不需要 受益人已经不再需要这个 这笔钱了 也长大了 但是呢我老了 等于说这笔钱我交了三十年 竟然是没有用的 虽然当时算是买了一个新安 我觉得非常有必要 但是我总觉得 要是不买的话呢 新不安 买了的话呢 有点新不甘 所以呢 我想问问保险公司 有没有一种保险是可以跟我一辈子的 这样的话呢 我这一辈子什么时候需要用 我都可以用得到 听了这个需求之后 保险公司就开始琢磨了 就说嗯 这种保险应该也可以啊 不就是终身险吗 咱们可以给你设计一个 但是第一个问题就是 终身险的保费是非常的贵的 毕竟是保你一辈子啊 这个这保险公司的风险 随着你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 所以如果我要是还是按照这个 这个叫mortality table 根据你的年龄 根据你的性别 然后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 保费越来越贵 保费递家的话 这个保单可能 这个产品可能卖不出去 所以保险公司就想成 这么着吧 你今年20多岁 你的保费按照现在的mortality table 来算的话 可能就咱们就随便说 30块钱一个月 那是非常便宜的 就跟不要钱似的 你99岁的时候 你的保费可能就得3000块钱了 因为这风险太大 要不这样吧 咱给你一个平均啊 把这所有的年岁加起来 左一撑右一除 这样吧 你要是现在买的话 给你300块钱一个月啊 而且这个300块钱一个月呢 是永远不会再涨了啊 如果你今天买的话 就是这个价 所以永远不用担心 你的保费会随着你年龄的增长而涨 这不听好的吗 虽然这300块一个月 派上去比30块一个月要贵很多 但毕竟是跟你一辈子呀 你以后总是会中奖的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再给你来一招 你这笔钱呢 其中我会拿一部分钱出来 储存在我们公司 保管公司的这个储蓄账户里边啊 然后根据我们公司内部的一个公式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公司精算师算完了之后 每个每年还可以给你一个保障的回报 比如说3% 比如说4% 虽然不多 但是也比存银很好 也就是说这笔钱除了交保费之后 还可以帮你 就剩下的钱还可以帮你带来钱生钱 那么第三呢 给你锦上添花 我们公司一年的效益 年终评估下来之后 如果效益好的话 我们还可以给你股息分红 给你所有的这个持保人一个dividends 也就是说可以在这3% 4%的技术之上呢 可能还能够再给你一点啊 虽然没有保障 但是呢 那个dividends 以我们过去10年的效益来说 你应该还是会拿点的 这么算的话呢 你看你一个月交的这个保费 虽然高一些 但是第一 你获得了一个终身险 第二 你等于说是在我们的这个保管公司 开了这么一个储蓄账户 可以给你一个保障的 钱生钱的这么一个功能 那么这个储蓄账户呢 我们就管它叫cash value 你觉得怎么样 很多人一听这个就觉得 这还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尤其是那些高精高净值高收入的这些 有钱人呢 就开始觉得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 第一能够成为我这个终身的保障 第二还可以成为我一个避税的天堂 所以呢 当时这种保险就开始有市场了 尤其是那些高净值的人啊 非常喜欢买这种产品 那么这种产品呢 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 whole life的雏形 只不过后来呢 人们又发现随着需求的改变 很多人又觉得 我的这个保费 怎么来说还是太贵了 为什么呢 你想我 虽然是给我平均了一下 但是老实说 我可是不指望我能活到95岁 我要是能活到75岁 我可能就就很庆幸了 你想那个时候可是60年代 50年代的人的思维 所以呢 我既然不觉得我能活到99岁 我为什么会把人那15年 就是保费最贵的那15年 我现在也付了呢 我觉得这样有点不公平 而且我又觉得 你让我一辈子就不断的付这个数字的话 我又觉得我如果未来经济出现了变化 失业了呀 找工作呀 还是怎么着 我又觉得这又变成了我的一个负担 总而言之 未来是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 保险本身是来给我对未知的未来提供一个保障 那怎么现在反而成了一个我未来最大的未知呢 于是保管公司又想 这个道理也非常的有 也非常有道理 于是保管公司就想 要不这样 我给你开发出一种产品 可以让你这个保费 交保费的方式变得更加的灵活 也就是说 你要是想多放 你就可以多放 你要是觉得手头比较紧的话 你想少放 那你就可以少放 当然了 他有一个最低的值 你不能够低于这个数字 不然的话你的保单就没了 你也不能高于一个最高值 你高过那个的话 你的保单将不会享有这个避税的功能 这个叫MAC 所以呢 但是呢 在这期间呢 你是可以调的 你甚至可以一次性付一大笔钱 你甚至可以分几年付都可以 根据你付钱的这个强度 那么当然你最终的这个理赔啊 或者是你的现金储蓄啊 将会相应的作为改变 但是他会给你一个非常灵活的这么一种玩法 另外呢 至于这个现金储蓄呢 我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给你进行投资 让他的回报呢 比之前的whole life更高 这个就成为了叫universal 就变成了叫万能险 universal life 那么至于现金储蓄如何让投资者进行投资呢 我想到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保管公司把钱放到保管公司自己的一些投资项目当中 比如说那个债券啊 或者是这个mortgage back security啊等等啊 总而言之是一些比较有固定性的回报的这个这个security 然后呢 他会根据几大主要指数 比如说s&p500 或者是bloomber 或者pimco 等等指数的回报 如果回报不好是负的话呢 给你一个保底 也就是说你的本金不会丢 如果市场非常的好 回报非常高呢 我会给你一个上限 也就是说比如说10%也好 11% 12% 15%也好 给你一个封顶 也就是说你既可以有相当不错的回报 你又可以不用担心股市大跌 而造成你本金的流失啊 这种方式呢 就变成了指数型的万能受险 那么另一种方式呢 就是说我直接把钱投资在这些这个分账户里面 跟mutual fund或者是跟股票相关的那个subaccount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用这种方式投资的话呢 股市跌了的话 你也跟着一块跌 股市涨了 你也百分之百的享用他的这个高回报 用这种方法投资呢 他就叫VUL 也就是浮动性的万能闲 Variable Universal Life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算 八十年代到后来的这个两千年 这段时间美国的经济是非常的强盛的 各种这样的第三次的科技革命 电脑信息工程 汽车行业的大爆发还是等等 美国的股市呢 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强劲 与此同时 从八十年代开始大部分的保险公司开始纷纷调高自己所给予的这个利息 Whole Life公司呢 他也把他的股息也调了很高 因此呢 这个时候就有保险公司开始设计 我有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让那些增高了的回报 让他重新投入到这个保单当中去 从而让这些回报可以自动的将未来的保费 自动的将其就是说完成支付 从而达到让这个保单可以在 不用再从外面继续放钱的情况之下 自给自足 实现永续 那么这种设计呢 到现在到今天的保单呢 也是非常的常见的 那么然而到了九十年代 这个市场突然之间风云变换 大部分的保险公司 他所能给予的回报呢 也大大的减少 那Whole Life的股息呢 也大大的减少 从而且呢 还有一点就是很多随着生活的 物质生活的提高 以及医疗水平的提高 很多人开始发现 活到八十岁 九十岁 甚至九十五岁以上的人呢 也开始渐渐的越来越多了 这个时候就就发现 其实有很多保单 都是因为以前就回报并没有 之前所设想的那么好 从而很多保单里面 其实是不够钱来维持自己 继续生存的 这些现象逐渐的越来越多 人们也开始了把保险的这个爱好 更加的偏助于这个浮动性的这个万能险 因为毕竟九十年代到两千年这段时间 美国的股票还是非常的强劲的 所以很多人更加愿意把钱放到股票市场里面 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这个名言吧 叫你买这个定期钱 然后你把省下来的钱呢 直接放到股票里面赚取更大的回报 或者叫by term invest difference 这个观念呢 在那个年代呢 反复的被好几个著名的这个投资理财的这个名人所提起 一个是Day Ramsey 一个是那个Suzzi Orman 也从这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来 当时人的心态呢 是更倾向于把钱放到股市当中去的 这也促使了VUL这个浮动型的这个受险 当时在市场上占据确实是一个主导的地位 另外呢 九十年代还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新产品 叫生前福利 这个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保险公司后来他也发现 很多人尤其是那些五六十年代买了保险的人 那么到了九十年代 其实也相当于是步入了暮年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说一个人不是说健健康康生龙活虎的 然后第二天突然之间就走 大部分的人他是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的 首先失去了收入 然后接下来需要人照顾 需要更多的这个医疗的开销 然后直到最后终于离去 那么在这段时间呢 自己明明有一个一百万的人寿保险的保单 但是呢 活着的时候却不能够用 所以呢这个时候很多保安公司呢 就开始研究 我们能不能增加一个产品 或者一个新的功能 可以让这些人在自己还在世的时候 就可以动用人寿保险的这个死亡理赔 从中把一部分的理赔拿出来 从而来为自己生前的这个医疗啊 这个保障啊 长期护理啊等等啊进行服务 那么这个功能呢就变成了这个叫生前福利 那么从此人寿保险也开始从以前纯粹的死人险 渐渐的开始转变为了现在的活人险 那么进入了两千年以后 这个世界格局可谓是风云变换 一开始由911的恐怖袭击 以及这个硅谷高科技泡沫的破裂 为第一个十年拉开畜牧 一直到08年09年10年的次贷危机 画上一个句号 过去的这这十年呢 这个股票的市场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涌现出了无数的股神 也令无数的股神最终退隐江湖 很多人的这个退休账户401K呢 最终变成了101K 那么在这段时间呢 VUL被人们认识到 这个风险还是非常的大的 也就是说股票的好日子不可能永远都存在 等这个熊市一到来 这个大家都会人心惶惶 唯有当时并不是被很多人所注视到的 IUL就是指数型的万能险 他才能在这场金融风暴当中独善其身 就是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这个零保底 然后这个能够涨到一部分风顶的这么一个功能 因此呢 在十年以后的10年开始 IUL开始变成了大家更加喜爱的选择 与此同时啊 Whole Life也开始变革 针对其被非常死板的设计 Whole Life也做出了一些改变 推出了更加灵活 更加可以就是左右拿捏的叫CustomWhole Life 因此 人寿保险当时的事件呢 则变成了IUL跟这个Whole Life的分庭抗礼 不管怎么样 IUL已经成为了过去10年销售增长最快的这个保险产品 然而IUL他也有他的问题 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当时的人们就开始意识到 IUL因为他非常的灵活 他的保费是不固定的 也就是说他的保费还是会像Term一样 随着你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贵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既然回报这个东西给的是一个期望值 而不是一个保障值 所以呢 这个IUL的这个现金储蓄很有可能在未来随着你年龄的增长 保费越来越贵 从而反噬到你自己之前的储蓄 然后你的这个保险本来就像之前所说的 本来应该是给你买一份对未来未知的保障 结果这个保险可能反而成为你未来最大的一个定时炸弹 那么遇到这个问题 那应该怎么解决呢 于是IUL的保险公司又开始动了脑筋了 那么 原来的设计呢 是非常好理解的 比如说用第一种方法 比如说我30岁的时候买100万的保单 那么当时的价格是非常的便宜的 因为我才30岁 比如说20年以后 我50岁了 我的这个现金储蓄可能达到了随便说 比如说20万 那么我的这个死亡理杯还是100万 那么50岁的时候 我的这个保费可就跟30岁的时候相比 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可能就更贵了 但是我的回报也还不错 那么我再过20年 等我到70岁的时候 我的现金储蓄比如说到了50万 那么我的死亡理杯呢 还是100万 如果这个时候我要是离开了的话呢 保险公司会赔我多少呢 用这种方法呢 保险公司会赔你150万 死亡理杯的100万的 加上你这个积累的现金储蓄 150万给你的受益人 也就是说在你70岁的那一天 你买的保险还是100万的死亡理杯 那么你的保费 当然就是要按照70岁的年龄来算 那么这个呢 就是第一种方法 也是目前来说 人老了之后 保费会不断上升的这么一个现象 那么当你从70岁 再到了80岁 再到90岁的时候 你的现金储蓄也许就没有那么多了 因为你的保费的这个疯狂的提高 可能会开始反噬到你之前的这个储蓄 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 第二种方法就出来了 如果你的保额是 理赔是还是100万 30岁的时候 同样的场景 到了50岁 20万的现金储蓄 到了70岁的时候 50万的现金储蓄 如果你70岁的时候走人的话 那么保颜公司依然赔你总共100万的保费 那么这100万里面其中50万呢 是你之前积累了现金储蓄 那么另外的50万才是保颜公司给你的理赔 这种场景呢 在你70岁的时候 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的保费会贵 但是呢 实际上你70岁的时候 你只是花了 不是很多的钱买了一份50万的保额 而不是当年100万的保额 那么随着你这个现金储蓄继续的增长 你的现金储蓄跟你之前买的这100万的保额 将会越来越接近 越来越接近 他们越接近 你实际上掏钱买的这个死亡理赔的数额就越少 因为你买的只是当中的一个差价 所以呢 用这种方法的话 你的理赔永远都是给你100万 只不过当中现金储蓄的成分比例越来越高 保险的这个成分 理赔的这个数字越来越少 如果用这种方法的话呢 你的人寿保险的这个保费 不会随着你年龄的增长而无限的增长 因为你所买的理赔数额是越来越少的 但是你依然会拥有你之前买的这100万的这个数字 那么用这种方法呢 其实就可以很好地解决了 关于IOL未来这个保费越来越贵的这么一个问题 这个新发明出来的功能呢 令人寿保险的产品设计变得越来越更加的灵活 同时也对人寿保险销售人士的专业知识要求越来越高 从此人寿保险这个产品变得开始越来越更加的个性化 而并非像原来那样千篇一律的这种纯销售型的产品 过去两年疫情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以及经济模式 而且更加的严重的影响到了我们的健康生活 因此呢 保险公司继续的不断创新 为人寿保险公司的产品增加了更多新的功能 比如说一些跟病毒新冠病毒有关的理赔 或者呢 在IOL的基础之上增加了更多像whole life那样的保障guarantee 像这种产品的叫GIOL或者FIOL 甚至还有一些特殊的保单融资 比如说premium finance一些设计产品 它可以更加增大投资杠杆 令你加大钱生钱的力度等等等等 这里我们能看出一个道理 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家庭状态 他脑子里想的事情呢 是一定不一样的 甚至在同一个社会 不同的经济大环境 其人们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 因此自己的保险规划 也绝对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事情 随着时代的不同 我们家庭成员年龄的改变 自己经济状况的改变 自己的保险配置呢 永远是需要再度进行评估的 而正在考虑买保险的朋友 也一定要多互相类比各种各样的产品 多花时间学习与了解 同时保持开放的心态 做好自己的调研 好了 今天就人寿保险的发展历史呢 咱们就聊到这儿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点击小铃铛 我们下回再见 有这颗银 两个银